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苹果今年9月正式推出业界首款三大米晶片B17 Pro,并介绍了A16仿生晶片,以及迄今最强大的手表晶片S9C。 这是头一次苹果用Pro来命名旗舰手机晶片,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强调A17 Pro的专业级,GPU很专业。 全新GPU设计是这颗晶片的一大亮点,使下一级手机游戏具有快速、高效的效能和硬体加速光线追踪。 A17 Pro,落地在苹果旗舰智能手机iPhone 15 Pro系列中,A16被用在苹果智能手机iPhone 15系列中。 S9C搭载于苹果最新推出的智能手表,Apple Watch Series 9。 今年其晶片还改建了一个功能,定位iPhone。 苹果iPhone 15、Apple Watch Series 9军搭载了全新的第二代超宽频UWB晶片,能精确查找到,使用了相同晶片的iPhone的位置。 苹果旗舰手机晶片A17 Pro是业界首款3纳米晶片,对整个晶片设计都做了改进。 A17 Pro采用6核CPU,全新CPU微架构和设计改进同时适用于效能核心和能效核心。 效能核心提升最快可达10%,但现成效能甚至看比某些高效能桌机级PC,能效核心在业界一气绝尘,带来净品三倍的效能功耗比。 全新的GPU采用苹果设计的新镯色气架构,是苹果GPU迄今最大的设计更新。 苹果专注于三件事提高效能和能效,运行复杂的应用程序,新增各种渲染功能。 新GPU采用6核设计,峰值效能提升,最高可达20%。 同时,苹果首次推出了通过硬体加速实现的光线追踪,号称实现了智能手机上迄今最快的光线追踪处理速度。 通过硬体加速光线追踪,A17 Pro可以流畅运行绘图,且帧率远高于基于软体的光线跟踪。 相较上一代基于软体的光线追踪,A17 Pro硬体加速光线追踪的运行速度提升最高可达4倍,带来更流畅的绘图,更身临其境的AR应用程序和游戏体验。 这颗晶片的效能,让许多以前只在主机、PC或Mac上才有的游戏,能够登录iPhone 15 Pro。 A17 Pro的神经网络引擎,运行机器学习模型的速度提升最快可达2倍,每秒可执行最高达35兆次操作,可支持iOS时机中的自动纠错,从照片背景中提取主体,未有失与风险的用户创建个人语音等功能。 该晶片还内置ProRes编解码器以及一个显示引擎,用来驱动ProMotion自适应更新率技术,并包括一个专用的AV1解码器,能够为流媒体服务提供更高效、更高质量的视频体验。 此外,A17 Pro添加的新USB控制器,首次在iPhone上实现了USB3速度,最高可达10GB每秒,线支持更高的传输速度和60fps HDR的4K视频输出。 选用USB3连接线,相比iPhone15用的USB2,传输速度能快20倍。 iPhone15搭载的A16仿生晶片,内置定制的图像续号处理器,5核GPU的记忆体带宽,比A15仿生提升50%,6核CPU两个高效能核心加四个高能效核心,比A15更快,能耗减少20%。 其16核神经网络引擎,每秒能够进行近17兆次操作,支持设备端处理计算摄影,实施语音流言的撰写等功能,同时使用Secure Enclave保护关键的隐私和安全功能。 iPhone15搭载了苹果第二代超昆频UWB晶片,可连接到使用这款晶片的其他设备。 一个非常有用的功能是精确找人,比如在拥挤的火车站或菜市场,能够精确共享和定位朋友的位置。 和iPhone15相似,苹果新一代智能手表Apple Watch Series 9也搭载了第二代UWB晶片,并采用了苹果迄今最强大的手表晶片,S9 SIP。 S9有56亿颗电晶体,数量比Series 8多60%,GPU提升最快可达30%,让WatchOS实力的动画和效果更加丝滑。 还内置了一个四核神经网络引擎,处理机器学习任务的速度提升最高可达两倍。 全新四核神经网络引擎,使得语音助手,Series的交互可以直接在设备端处理,无需访问云端,这样能让响应变得更快更安全。 即便是WiFi或蜂窝网络续号不好,也不影响速度。 由于该神经网络引擎能够运行先进Transformer模型,Series 9的听写功能准确度相比上一代,提升最高可达25%。 基于这颗定制晶片,苹果Series 9能保持全天18小时电池续航,并实现各项功能以及系统范围的优化提升,还增加了一个新手势,食指和拇指对捏两下,即可接听电话。 高效节能的S9SIP和先进的显示架构将Series 9荧幕的最大亮度提高到2000nit,是Series 8的两倍,使用户在明亮的阳光下更易阅读文本。 对于黑暗的房间或清晨,荧幕也能降低到只有一个单位,以免打扰附近的人。 在自研晶片这件事上,苹果步履不停,每达到一个里程碑,就立即奔赴下一站。 从智能手机、平板电脑、智能手表、AirPods无线耳机到Mac电脑,苹果的自研晶片已经遍布每一条产品线。 无论是第一颗自研手机晶片,第一颗自研电脑晶片,第一颗将两个M1晶片拼接在一起的至尊版电脑晶片,还是完成Mac电脑彻底完成向自研晶片的过渡。 苹果的自研晶片水准和执行节奏总是令人叹服。 但强如苹果,也不是什么都能搞定,至少目前它还离不开几家关键晶片公司。 一是ARM为苹果各款自研SoC晶片的CPU核心提供指令级授权,根据ARM最新IPO文件,苹果已与ARM就晶片基础授权,签署了一项延期到2040年以后的新合作协议。 二是台积电,将最早一批三大米产能悉数供给苹果,还配合苹果研发统一记忆体架构。 目前,苹果在这个合作关系中占据较大话语权,据说签了份协议,让台积电为三大米的缺陷成本,自掏腰包。 三是高通,本周高通宣布与苹果达成合作协议,继续为苹果手机产品供应5G数据基晶片,至2026年。 这似乎暗示了苹果自研5G数据基晶片遇阻。 在过往的辉煌履历中,苹果已经拉满了业界对其晶片创新的高期待值。 但从苹果今年自研晶片的发表来看,苹果地表最强,手机晶片的地位虽然依然稳固,但似乎没有带给人那种乍圈级别的惊喜。 接下来,苹果如何继一步丰富其晶片版图,还能创造哪些突破性的晶片设计思路,又能否减轻对关键晶片供应商的依赖。 这些成为其未来能否继续突破的关键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 谢谢。